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在天新身份 拍摄花絮奶气十足 热评第一却不满 作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艺人 王一博一次又一次地解锁了很多新身份 王一博的爱好有很多 在他坚持着自己的爱好的同时 也不忘把各种爱好推广出去 因此王一博在娱乐圈中的几年里 陆续解锁了冰雪运动推广大使 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最近工作室还发出了王一博 作为野生救援 公益大使的宣传片拍摄花絮 这又是王一博解锁的一个新身份 能够选择王一博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 能够看出王一博的影响力是值得认可的 因为只有热度够高的艺人 才能够将这一份公益事业发展得更加壮大 视频中王一博白色体 续看起来非常清爽干净 而且身上背着白色的布兜自己也带着水杯 这也是在告诫大家要节约资源 尽量避免使用各类一次性的用品 每一次王一博解锁一个新的身份都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拍摄花絮中王一博依旧是一种很软萌感觉 可能是因为他穿着白色体恤和小白鞋 背着白色的水杯像是奶瓶一样 看着他的样子仿佛下一秒就要打开奶瓶和衣口 而且花絮中很多小细节也很精彩 按戳戳的小脚简直和小猫咪的感JIO一模一样了 看到视频的粉丝又是将身份转化成妈粉的一天了 在观察评论欧的时候会发现基本会有两种风向 很多粉丝都第一时间评论绝对支持王一博 也表示自己会向王一博学习 将公益事业向更多的人推广 而热评第一的风向却有很大的不同 通过他的评论能够感觉到他一定是王一博的粉丝 但是他却给官博提出了一系列的不满 娱乐圈中流量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艺人为了引导流量都会经常发出一些艺人的活动物料 这也就是很多粉丝朋友口中的营业 王一博出道以来一直没有专属的工作室 而负责宣发的账号只是在活动的时候才会发微博 其他的时候大家都看不到王一博 更没有剪辑视频和定期的福利 因此这位粉丝的建议也引发了很多粉丝朋友的共鸣 甚至到现在这个账号都没有认证蓝币 不了解的网友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王一博的宣发 很多新人粉丝都会找不到 王一博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支持 虽然他并没有刻意去讨好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的做自己 但是作为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是有责任将他打造得更好 毕竟在现阶段的娱乐圈中流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同身受的粉丝也一定都是非常用心支持的粉丝朋友了 不仅仅只是看着他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在背后也会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王一博有足够的魅力 更需要大家一起加油努力 大家一起为之努力 也能够让王一博有更大的安全感 他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的身后有很多一路支持他的所有粉丝朋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